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为了新入坑K-pop 尤其是新入坑徐普俊尼的粉丝们 准备了一下层民事件的整理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影片绝对不是想要带任何风向 让粉丝们之间吵架 更不是要否认层民曾经的努力 只是想要告诉大家 在韩国的韩国网友们对层民事件的看法 而因为只是参考整理了韩国这边的资料 所以有的地方可能会跟大家所知道的事实有点不同 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吧 2014年10月14号 有媒体报道了徐普俊尼的层民 会在2014年12月13号 与歌舞剧演员Kim Sanan结婚的消息 虽然Kim Sanan公司先是否认了这件事情 但是层民本人在官网发文 承认了这件事情 一开始在韩国饭圈也是 爱独说要结婚所以粉丝们愤怒了 第二年结婚的自由都没有吗 而引起了争议 但是Shuper Junior粉丝们对层民的失望 是有很多别的原因 2014年在粉丝们之间开始传出了 层民与Kim Sanan交往的谣言 而为了Shuper Junior 粉丝们也都是在正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过不久 因为有几个网络媒体爆料了这个绯闻 所以就有几位粉丝在层民的blog留言 能不能为了你跟Shuper Junior 不要显露出来呢 结果层民删除了这个留言 封锁了这位粉丝 并在有位粉丝的贴文 该走的人就走 该留下的人就留下 点了赞 之后也有更多的粉丝们拜托层民 能不能暂时偷偷的交往 但是层民却与Kim Sanan公开约会 后来也被粉丝们发现 层民在自己的blog 把反对结婚的 韩国粉丝们常用的韩文 设定成禁止语 让韩国粉丝们的失望感 一发不可收拾 在公开恋爱后 层民将写给粉丝们的签名中的信息 换成了女友Kim Sanan的爱称 Kim Mimi的蜜 其实 Mimi这个名字 本来是粉丝们给层民取的爱称 但是层民将这个爱称 用在自己的女友身上了 而且后来也被粉丝们发现 层民将粉丝们送的手表帽子等礼物 开始于Kim Sanan使用成情侣饰品了 在媒体报道了层民的结婚消息后 粉丝团的气氛真的是完全崩溃了 也因为层民一直都没有对粉丝们做出任何解释 所以粉丝们只是期待 会在将要举行的粉丝签名会的时候 层民能为粉丝们说点什么 但是签名会当天 只要粉丝们提到结婚或者是有关女友的问题 经纪人们就会强力阻止 并对粉丝们说 不想要签名吗 而听到这一切的层民 却没有做任何反应 只是默默地签下了 有着女友爱称的签名而已 2014年 正在伏兵中的队长尼特 因为非常残酷的事情 同时失去了女友情与爷爷奶奶 对尼特来说真的是 甚至因为忧郁症曾经还想不堪 然后接下来要说的部分是 韩国大部分的粉丝们都认为是事实 但是没有证据的部分 如果有人知道相关信息的话 希望能留言告诉大家 在尼特精神最不稳定的时候 层民还一直显信给尼特 要求答应自己的婚姻 甚至还有谣言说 丧事期间去雕验的时候 也向尼特提到了婚婿 2015年开始 旭博九年很多成员都需要当兵 所以2014年年末的活动 对于大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但是层民却在专辑发表一个礼拜之前 发表了结婚给大队带来了负面影响 尽管公司成员们的劝阻 层民却只因为这一个理由 想要在与金汤第一次相遇的日子 12月13号结婚 就把结婚人选在了12月13号 而12月13号 刚好是徐普准宇正在日本进行 全球巡婚演唱会的时候 所以没办法 成员们就跟层民都从日本回来 参加了婚礼后再重新往日本出发了 而层民在婚礼结束后就直接去度蜜月 没有参加之后的演唱会形成 其实公司跟成员们以及韩国粉丝们 多次拜托过层民 我们不是反对结婚 如果能当兵回来后再结婚的话 我们真的会好好祝福你的 实在不行的话再拖几个月 在这次的活动跟所有颁奖典礼结束后 再结婚不行吗 但是层民还是在2014年12月13号结婚了 层民在举行发表第一张个人专辑 狂奥们两个当天公开了结婚喜帖 承认恋爱结婚的新闻 是在队友同一生日的前一天 而刘渥辉在婚礼上诸葛的消息 是层民的亲友对媒体公开的 然后就是 虽然表示过会默默进行非公开婚礼 但是因为婚纱照等 都是以大堆名义获得赞助的 所以大部分的照片以及结婚地点 时间也都被同步公开了 2014年4月8号 成员们出演广播节目的时候 广播节目的主持人行动在介绍短信的时候 层民突然也发送了短信说 哥哥们庆祝一下住在 抢西里的我们家狗狗 Kim Mimi的30岁生日 我爱你 这时候成员们赶紧回应 狗狗怎么会是30岁 呵呵呵呵 尴尬的应付了这个情况 当时女友Kim Sao是30岁 生日是4月8号 然后层民也要求粉丝们帮忙制作 自己要在婚礼使用的庆祝影片 也把湛姐当成是自己的员工使唤后 在发喜帖的时候却说了 粉丝参加婚礼的话有点不太好吧 只给了其他人喜帖 没有给湛姐喜帖 在做了这么多令粉丝们心碎的事情后 层民没有对粉丝们做任何回应 就直接入伍 反而是Hitcher跟刘欧等成员们 跟粉丝们说了对不起 然后在退伍之前的 薛珀琼尔11周年的时候 层民上传了手写信向粉丝们道歉说 一直都没有机会道歉 在结婚后 跟过着低调生活的层民不一样 妻子Kim Sao却出演各种节目 不断地消费薛珀琼尔的名字 而在被问子女激化的时候 Kim Sao还表示 会在层民退伍后 薛珀琼尔重新巩固好地位后 再准备要孩子 2017年6月 因为层民的这些事情 外国Apple跟韩国Apple吵得很激烈的时候 Kim Sao点赞了 外国Apple打韩国Apple巴掌的图片 2020年6月9号 在粉丝们要求解释说明的时候 一直保持沉默没有任何回应的层民 在薛珀琼尔KLV发表专辑的第二天 突然带着薛珀琼尔的名字 加入了与粉丝们交流的平台Pubble 而再次引起了韩国粉丝们的愤怒 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就是 大部分的粉丝们到现在都不能原谅层民的理由 绝对不是因为谈恋爱 更不是因为结婚 而是因为层民对粉丝们的欺骗 以及一点都不为大对队友们着想的自私态度与不尊重 最后 不管曾经是不是喜欢过层民的粉丝们 再重新看到这些内容的话 一定还是会很伤心的 所以 希望路人们能透过这支影片 多多少少能理解一下粉丝们的心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